可以讓你設定一些巨雜 其實就可以實現到一格格的前後 我是非常喜歡玩音樂遊戲的 而這個燈條 就正正可以放在桌面之後 好像鍵盤的底燈一樣 這個真是令我著迷的一個地方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Odi 如果大家有看我3月份的影片 應該都看過我開箱這隻 Corsair 海盜船 K70 Mark II RGB 而我們今天再開箱 開箱什麼呢 沒錯 就是這隻 K100 RGB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在下面按個like 還要訂閱按鈴鐺 多點留言多點like 都可以幫到Odi的影片 多點人看 我們今天開始了 沒錯啦 之前我開箱過的那隻是紅軸 而我們今天這隻 是OPX的光學軸 不如先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 WOW 它的設計和我之前有點不同 我之前好像不是這個 一邊一打開就看到整個鍵盤 其實這個蓋是否可以之後用來做防塵 因為我的K70是沒有的 那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就有鍵盤 嘩 鍵盤 按一下 嘩 它有點短 跟我這個 裡面就有一堆鍵盤在這裡 可以給你換 還有一個給你拔鍵盤的夾 再看看裡面有什麼 還有一個長奶奶 咦 今次不同了 今次是一個軟臨臨的箭 就給你做一個手托 咦 這個軟奶奶的 好可愛喔 這個軟奶奶的 不同之前的硬滑滑的 這個說明輸的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講一下這隻K100有什麼特別 不如我們先插著它看看有什麼環境 哇 沒錯 我們現在就插著了這隻K100 RGB 我們現在可以馬上講講 究竟這隻K100 跟我之前的K70 Mark II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看外觀上最大的分別 就是左上角這裡有一個滾鈴劑 還有這裡有六顆字設件 可以給你設一些鋸雜 其實左上角這個滾鈴可以設一些快進 或者光暗度 而旁邊六個字設件 可以給你設一些鋸雜 但是我自己就會有另外一個用法 可能有些朋友會特意買一個剪接的 一個剪接來剪接的 而這次K100非常之好用 它本身已經有扭旋 以及旁邊的六個字設的鋸雜 是非常之好用的 但一個例如我平時剪接 會是一格格選取 其實我們只要把這個扭旋 用一個鋸雜 其實就可以實現到一格格的移動前後 另外左邊有六個字設的鋸雜 是非常之好用的 例如這裡有G1G2G3G4G5G6 最常用的一個剪接 我設定了G1 一按就變成一把刀 就可以剪開了 然後只要按G2 現在就變成一把刀可以選取 例如我設定了G3做一個Copy鍵 我只要選取 按G3 然後G4 就貼上了 只要我想回頭 我就設定了G5 然後 想重做 G6 就可以重做了 剛才我所用的巨雜 都是一些很簡單的設定 即是平時Cmd Z Cmd C Cmd V 或者一些Cut的鍵 只要設定在這六個鍵上 就已經可以做到 而我們想實現到剛才的滾輪鍵 其實在這裡我做一個平時的左右鍵 就可以用到滾輪做一格格的前後退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開箱的影片 都知道我喜歡無段落感的紅軸 因為我自己本身玩音樂遊戲 而今次這隻K100 是自家的OPX光軸 它的信號率比平時高出3倍 如果大家追求要反應快 出技快一點 一定要試一下 我現在先感覺一下它的感覺 我感覺到它的軸距應該是短過我本身的紅軸 我之前玩紅軸的原因是因為我以前是用青軸 但是青軸卡卡的聲音 它有段落感 其實平時打字是很爽的 打機其實也不是很大問題 頂頭就吵 我是非常喜歡玩音樂遊戲的 如果有青軸卡卡卡 是會令到我手把字키 是不會搬左手 Harris 那麼剛剛好這個紅軸 就比較輕微一點 對於我玩音樂遊戲 是非常好用的 那我們一會、也會試一下 用它來玩音樂遊戲 究竟對著什麼一回事? 它的軸到和這條紅軸 有點像 但是又不是說 Exactly 紅軸 它按下去的段落感覺是短了 我稍後再看看是不是 但是感覺上如果拿它來玩音遊戲 有一個問題所在就是 可能未必太會玩音遊戲 因為我的紅軸可能真的碰到底才是那個拍子 但它這個可能我未碰一碰就已經觸發了 可能這裡會設定音樂遊戲的延遲 或者是遲了的東西 ODI是非常之喜歡玩燈的 大家看到我現在背景有些氣氛燈 有些燈箱在這裡 這個都是我自己設計的 然後被人弄的一個燈箱 甚至我之前買K70的RGB 都是因為喜歡它的燈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以前的車片 你都知道我會弄一些氣氛燈 一些車的燈 底燈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玩燈這件事 而這次厲害了 大家看到這隻K100RGB 除了它有RGB燈的效果之外 大家看到旁邊 它有一條燈條在這裡 而這個燈條就正正可以放在桌面之後 好像Keyboard的底燈一樣 這個真是令我著迷的一個地方 另外想說說K100有一個地方 和K70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多了這顆FN鍵 如果大家有用過海盜船的鍵盤 我之前也是 買回來 我打算什麼都不安裝 一插就去玩燈 就發現裡面只有兩三個燈的效果 但是這次可能因為一些用家的反應 現在是不用安裝iCube 都可以用到多一點的效果 因為之前是要安裝iCube 才可以控制到一些燈的效果 我平時會用iMac的剪片 可能一些直播文書工作 或者打機就會用到PC來做事 但是其實iCube這個軟件 其實是支援iMac MacOS的 再講下去就要講一下手枕的設計 之前的手枕設計 就是要塗上去然後塗進去 而這次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軟奶奶的軟膠 有一個好處 這次應該是有一個 不用塗進去的磁石設計 而且手枕塗進去是非常舒服 可能看開ODI的影片的觀眾 有些都是會打機或者剪接 其實我這次非常推介大家 這隻K18 因為我相信它這個 滾輪鍵 還有旁邊的六個設計 真的非常好用 這樣就可以節省到一個剪接的鍵盤 因為有些剪接師 是喜歡買一個專門剪接用的鍵盤 其實這東西除了 當然非常專業的一些剪接師 當然用他們專業的一些鍵盤 但是相信如果我們平民化一點 其實用這隻鍵盤 來做剪接工作和打機都非常好用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其實這款K100 因為它現在是OPX的光軸 其實它有其他的軸 但相對於這個光軸來說 相信對比起玩一些反應遊戲的朋友 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可能我音樂遊戲方面 我就會選擇紅軸 就比較適合我的手感 但如果我平時工作上 用它來剪接 因為它是支援iMac 其實我打算用它是用在我的Mac機 而平時這個鍵盤 是用在Window 就非常適合 沒錯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隻K100 或者在簡介下面按連結 看看有什麼我都留在簡介 或者留言給大家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個讚 叫大家訂閱和按鈴鐺 多點留言多點讚 都可以幫到Odi的影片 多點人看到的 還有記得去到Telegram 和會員功能支持Odi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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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